姜濤在星期一出席活動時 一度因為貴湯而突然運到 令到外界擔心他的健康狀況 今日MIRROR隊長Lokman 及副隊長Anson Con 為合唱歌輔導們接受頭條日報專訪時 就透露姜濤休息後身體已經沒有大礙 因為之前拍攝太累 拍到凌晨 又比較早 又貪美 穿長衣 太焗了 沒辦法 但沒辦法 上台時要漂亮一點 穿上衣服 看多有型 AK 表示姜濤已經向隊友報平安 她在群組裡有跟我們報平安 說她沒事 晚上約會好很多 多謝大家關心 說到姜濤經常掛在口邊 說要減肥而不吃東西 問到今次是否因為挨餓而出事 AK 就認為沒關係 大家都知道 不可以做好像第一次演唱會這麼不吃東西 大家雖然都沒了這件事 大家都是繼續吃東西 繼續運動地去做 不過我覺得姜濤這陣子電影 專注要這麼大力 我覺得她忽然壓力下 她的胃痛 這幾天她的胃都不舒服 所以引發到昨天說的事 對於有粉絲怪襲花姐 將工作排得太密 令姜濤出現過路的情況 AK 和NOTEMAN就覺得 不應該怪襲公司 還說花姐和工作人員 比她們更加累 花姐更累 花姐更累 我們睡多少 她睡得一定比我們更少 可能我們單個體都已經累 她照顧那麼多 你想想再成多倍 我們絕對明白 而且真的吃得含如抵得鶴 有些東西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這個不關公司的事 還有 昨天我們看到有些留言 我也有點不開心 因為忽然間整件事 好像怪襲了在公司 因為我們都 我那個不開心 就是覺得 為甚麼 其實公司一直都是 沒有公司沒有我們 都是公司幫助我們花姐 對呀 公司同事他們都累 每次我們收幾點的時候 他們一定收得惹過我們 少少的 所以希望大家 理清回事 說到日前歌神張學友 上隔20年 再擔任港姐表演嘉賓 但外界就有聲音說 Jer才是新歌神 而姜濤人氣也勁過對方 更加引發網民的罵詐 有人就懷疑 姜濤因為這件事 情緒受到影響而出事 Lotman和AK就澄清 應該沒有關係 老實說 這樣也不跟當次的 是歌神 其實真的不能比較 你怎樣跟歌神比較 我覺得有時候都 嗯 是外界拿出來的比較 互相欣賞一下 真的不能比 不要看姜濤那麼重 誰都能跟歌神比 他們還有一段時間練 他還有一段時間練 是啊 他還有一段時間練 我們各自都有一段時間練 因為 金學友 前輩真是一個 我們很大的前輩 我們每個人都很喜歡他 所以我們都只是一個 我們在學習中 一個學習的對象 都明白 這段時間 可能大家都很容易 將我們去做 跟其他人比較 但是 在我們的眼中 我們都是 一定是Be Humble 還有我們還是需要學習 還有試試轉一下 不要比較 試試欣賞 變成 就沒 try 走 就去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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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